字幕提供 一個就是通訊的問題 那通訊的問題即使 它即使帶微信電話 它也可能因為天氣不良的問題 所以造成它沒辦法溝通 那甚至說如果用無線電那更慘 那平常的那個破碎地形期 基本上它就會有問題 沒辦法很順暢去做一些訊息的傳遞 就是說如果即時救援 如果說當初發生事情的時候 如果可以被即時救援 那這件事情基本上就可以結束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整個 在三域活動的時候有一個 比如說大家可能路過經過 突然發現有困難了 那我就可以馬上來幫你做一個救援的動作 如果可以做到這一件事情的話 基本上很多這種遺憾的事情就不會發生 那再來的話就被搜尋 比如說我們現在可能有GPS 微信電話有GPS 但是GPS它有時候會不準 那尤其天氣不良的時候 它的不準又更多 那這時候怎麼辦 目前好像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其實用手機或什麼好像沒有 所以我們就在想 假設我可以解決這三個問題 那基本上我應該可以滿足這個登山上面的 一個安全的一個需求 所以山上通訊大概有兩個比較大的狀況 一個就是地形 因為它的地形很複雜 所以它的地形比如說有樹、有岩壁 這些都會影響所有的熏繞的一個通訊 距離啊 這些東西都會被遮蔽住 所以在只要通訊的問題在山上幾乎就是很難去被克服 相信現行的方案大概就是剛剛講的 所以我們就在想 其實它的問題其實就存在一個就是 大家其實一直很忽略的一件事 就是團隊安全 因為大家現在所有設備的東西 它都是講的都是個人的安全 那我們就在考慮說 那是不是在用團隊的這種安全的概念 來去看有沒有去辦法去在整個山域這個地方 去把它克服掉 剛剛講這些問題 因為剛剛假設有人在山上山區跌倒 那如果說我這個團隊經過的時候 剛好大家手上都有共同的一個設備 可以互相溝通 點對點溝通的時候 那這個人就很容易就被找到了 他可能就 我們就隨時隨手就可以把這個人救起來 假設我只有一個領隊 那我很擔心 我會擔心說後面的人到底有沒有跟上 但是我又不能夠就停著不動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後面狀況 所以我假設今天有一個設備是可以點對點 透過這個MASH的架構 其實我們就要想 如果我用MASH的架構來串這件事情 是不是合理 所以基本上如果用MASH的話 我就可以由最後這個人 他透過MASH推播的方式 然後推播到前面這個人 那基本上就可以把整個這個把它串起來 所以剛剛講那個狀況 即使你這個人需要有一些要救援 但是沒有人知道的狀況 下面我經過你身邊 我也不會想要特別說 你是不是有發生什麼狀況 甚至在山上環境更複雜 那複雜的狀況就是可能轉一個角 你可能有問題在這個山邊 但是你可能在另外一邊 你可能也不會知道說 要救助人就在你隔壁而已 所以它其實相當的複雜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想要做這種MASH 這種網路來解決這個問題 它跟原本的網路是有些不一樣的 原本的網路就是一種傳統性 放射性的一個網路 那這個網路有一個最大的致命傷 就是它距離很短 我一定要有基地台 我能夠把其他人的訊息往外送 那這種架構的話 我如果把它套用在山區裡面 它是有點難去實現我剛剛講的那件事情 基本上可能我即使用LOLA好了 但是因為山區有一些問題 它可能點跟點之間 可能就一兩百公尺而已 所以它可能形成的網路 就是一兩百公尺的範圍 那所以我們就在想用多點推播的方式 把它構成一個MASH的網路 那如果我用MASH的網路的話 就有機會把這個網路可以COVER的範圍 就變得更廣 而且更動態 更符合我們之間的運作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他們點跟點之間都可以互相做溝通 所以它不會有基地台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想的是這樣的概念 那因為它這個概念剛好應用在團隊相當合適 就是說假設我這個團隊在運作的時候 我如果是領隊我已經走前面 那我走前面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後面的狀況怎麼樣 所以假設這個人 他離開了我這個網路的 可以COVER的範圍的時候 基本上我的系統就可以發一個簡報 告訴我的領隊說 他這個人已經走掉了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停下來 等這個人 或是趕快找後面的人 趕快往後面去找 它基本上可以維持你這個團隊的一個安全 那當然這種架構 除了山域這個地方以外 它其實可以用在還蠻多地方的 比如說腳踏車車隊 或者是剛剛一開始講的 老師帶小朋友這種環境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用這樣的架構去套它 那我們就想的是說 比較目前的這些網路狀況 當然我剛剛講 假設我頂跟頂的距離 只有Wi-Fi的距離 它可能只有10公尺或20公尺 那可能在山區 它大概就沒辦法克服這樣的狀況 因為它距離實在太短 那藍牙可能也還是沒辦法 所以我們確實是想到 ROLA跟SUBG的概念 因為ROLA跟SUBG它的距離是比較遠 雖然號稱2、30公里 實際上我們可能我們計算還不好 但我們實際上做起來 大概就是400公尺左右 當然這裡面應該還有一些 一些條件我們還要再去努力的 當然目前我們透過 我們其實用的是SUBG 我不是用ROLA的概念 但是我們用SUBG其實差不多 那它的頻率也大概就920 大概433、868、915、925 大概就這個頻段就是 物聯網NCC它提了這個物聯網的頻段 大概國內好像是920的頻段 那我們實際上透過這樣的一個架構 我們做了一個 我們自己叫做SkyNet Mesh 其實就是要串缸那一件事情 那透過SUBG 然後每一個點透過這樣Mesh的一個串起來 那我們整個這個領域大概可以做到 點跟點之間大概400公尺左右 那當然這個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這個專利很早就在想 大概2014年就在想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概念就是 就是老師帶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都亂跑 那亂跑的情況下面 希望那個老師他可以控制 好好的掌握這些小朋友的位置 所以這個案例就是 老師就有一個手持的裝置 像這樣手持裝置來去掌握每一個人的位置 甚至說我今天要叫某一個小朋友 也許有一次選一選就 這小朋友手上的救命器就會嗶嗶叫 那就要回來 或者說有一些訊息就可以直接做溝通 因為這種溝通的部分 他不需要太多的風暴 因為就是一個警告的概念而已 所以我不需要跟他做講電話 我必須要跟他傳照片 重點我只是 我們目的是要達到就是說 警告的一個概念這樣 所以我不需要太多的那個風暴的傳遞 所以這個專利大概 大概整個應用起來 大概他可以有一個做一個多點連線 通訊器也可以做延伸 那因為他是動態網路的關係 所以他滿容易去克服 那種比較複雜破碎的一個網路狀況 就是說假設這個環境很複雜的時候 那點多是多放幾個就行 基本上他就點對點就可以把整個網路串起來 那後來我們就在想 如果只有主機的話 因為可能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這樣的主機 因為他可能價位上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就發展另外一個概念 叫做救命器 我們希望把它發展小一點 那讓一般的人都可以持有這個裝置 那當然他的價位就會比較便宜一點 那我們再把整個架構 我們把它叫做一個安全警示平台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救命器 那他會發送訊息到我的這個主機 那這個主機基本上 他本身也有救命器的功能 還有警報的功能 當然很多一個功能就是 他可以去收集周遭的這些裝置 那我們這個主機 他也可以接到我的手機 因為他會透過藍牙 可以透過藍牙接到我的主機 那我接到我的手機之後 我會把這個資訊 當有訊號的時候 我們就想辦法把它傳到我的雲端 那基本上這樣的概念就會整個 就串起來我所謂的整個平台 一個安全警示的平台 那這個平台的好處是什麼 為什麼要架這個平台 因為假設我今天在山區 因為山區的狀況 他是有時候有訊號 有時候山區收到 有時候手機收到 有時候收不到 因為他可能你在比較高點的時候 在對面三樓他可能就 那個電信的訊號就打過來 就剛好就可以收到 也許這種概念的時候 那也許我就可以把 我這些資訊就可以透過 不小心就透過我的3G或4G的網 就可以出去 那出去之後 當然到雲端之後 這更好用 第一個 我團隊裡面 我基本上就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就可以做控制了 但除了我團隊以外 比如說我的家人 我的親朋好友 透過這個平台來去 知道說原來你現在在哪個地方 現在是不是安全 那當你有發生緊急要求救的時候 按著緊急按鈕 那他就透過你的主機 然後透過手機 然後也許就會回到這裡 那基本上你就不需要 不需要人再跑到山下 然後再上來 基本上你也許有機會 就被救援到了 那甚至你在發這些警告的時候 就有機會 也許他就在你隔壁 大概兩三百公尺的地方 也許他就有辦法 機會來救到你 這樣的case 基本上 沒辦法說 他可以完全克服山難所有的問題 但是我們在整個 所有的solution比較起來 他應該是相對是 比較有機會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的組成大概就有幾個部分 一個是這個推波的網路 再來就是我的主機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救命器 那最後我會把它整得到我的手機 跟我的那個雲端的平台上面 那我這個裡面 整個架構裡面 因為我的 我們是用subG的技術啦 所以他的沒辦法傳太多資訊 所以目前的資訊大概就只有文字 做標跟緊急求救 做這幾件事情 那我想要做到這幾件事情 其實在整個這種架構起來 雖然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實際上我們做起來不容易 甚至我們也到山上去做一些測試什麼 所以其實有點小複雜 所以我們整個系統的特色大概就是 假設我所有資訊都回到我的平台 那我基本上不管是親朋好友 或是整個在收救的指揮官來講 他就可以俯視整個所有人的狀況在哪裡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收救隊他去救人的 但是他的指揮官絕對不會知道說 這些收救隊他目前到底遇到什麼狀況 他需要什麼資源 他還需要什麼 需不需要再有人再上去 或是甚至說他有人員受傷了 是不是還要再派人過來支援 目前的狀況是沒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當氣候很惡劣的狀況 是沒辦法做到這種狀況 那如果用這種架構 他就有機會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主控台就有機會幫他 把所有的這些收救隊的所有的人 一個一個把它標示出來 那甚至他有什麼狀況 有什麼問題 甚至你可以透過文字訊息的雙向溝通 透過這樣溝通的時候 那我就有機會把我所需要的資訊 或我所需要的東西告訴我三角下的人 甚至我旁邊的人都可以 比如說我的領隊跟我最後一個人 可能距離一兩公里的遠 那我透過這樣的架構 我不用再跑一兩公里才去找到他 我可能就透過這樣的網路架構 Mesh的網路架構 就可以找到這個人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氣 大概是這樣 那因為我們用SupG的架構 所以基本上他的資源是比較不消耗的 就低耗 那因為他是網路的架構 所以他那個訊號風暴比較容易被我們做一些處理 比如說一些CRC的判斷 或一些加解密的方式就可以造成 就可以讓這個訊號傳輸比較不容易去施針了 那他有機會再recovery回來 那整個部署的成本也不會太高 然後因為就是SupG嘛 就是大家現在目前大家很常看到這種chip 大概整個概念大概是這個樣子 實際上就會變成說 當然如果說我全部不去控制的話 他可能大家都會說到 三不時就發一個警報出來 那就很怪了 所以我們其實有在設計規劃是說 這團隊你可能要互相做一個認證的機制 認證完之後我這團隊出去了 那團隊之間我就很辦法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你這團隊的某一個人他已經漏隊了 那你是不是要等他或是你要做什麼事情 結果我馬上就可以及時去通知你 這個大概就是剛模擬那個情境 你就是說假設今天每個人都拿了我的主機 我的救命器 那基本上就可以滿足我剛想要做的那件事情 就是說彼此之間可以互相聯繫 那如果弱隊的話 那我就有辦法由我整個系統運作去發一些警告 告訴其他人說你是不是已經弱隊了 那在整個運作的過程中 我有機會去不小心救到某些人 大概這樣 那即使我隊員發生問題我都有辦法去 因為他如果按了緊急按鈕之後 那我就有辦法去找附近的人就去救援他了 而不需要我 不需要來回去奔波 然後反而造成這整個時間的誤差 然後造成整個救援的失敗 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實際上在做一些測試 這個是我們第一代的機器 像今天有帶過來 這個是我們第一代 它長得有點醜 因為怕 因為當初在設計 這個是EVT的板子嘛 那當初就是只有設計幾個按鈕 對 然後一個小螢幕這樣 然後兩根天線 這個也沒有什麼特別設計 就純粹就是打一個工板出來這樣子 那我們設計的概念是 放一個18650的電池 我們希望它可以隨時就去更換 因為它是山區的時候 你可能要過好幾天 那你可能可以多帶幾顆電池 隨時你就可以去換了 那當然我們也有設計USB 可以讓它做充電 所以後來第二代的產品就變這樣 這是比較接近成品 就是我們後來做了機構的設計 人家做機構 然後做一些設計這樣子 那其實大家看到這個像什麼 像敲心蟲 對 因為有兩根天線 大概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當初 就自己在做一些測試的時候 自己拍的一些影片這樣 官場出去啊 出去的時候 總是不知道 這隊員到底跑去哪裡了 所以他們希望有一個天網的一個架構 希望它就可以俯瞰全局 希望指揮官就可以俯瞰全局 要說我們一個隊員他到底在哪裡 到底是什麼狀況 所以當初還取一個叫Skyneck 那我剛剛其實那一段影片 其實主要是在講我們 我們在開發這個設備的時候的一個過程 大概這個樣子 那我想大家都是專業就先跳過 那 那這是我們訂的規格啦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我有一個GPS的天線 有一個SubG的天線 然後可以USB充電 有燈號、震動馬達 大概是整個 整個我的主機是這樣 那目前因為沒有特別去調整 所以我電力大概只能夠撐兩天 那原則上 當然風暴在傳遞沒有那頻繁的時候 或者說我在做一些 我那個 那叫什麼 對,就休眠模式的時候 就可以把一些時間把它拉長 這應該兩天以上一定是沒什麼問題 對,而且我用的是1860 它大概是2000 mini毫安到3000都有 對對,2600 甚至更高也有啦 對對對 所以它的彈性其實蠻大的 對,應該只有2000 應該很多天 其實很多天啦 但是因為我現在在測試的時候 因為我這鳳包就是無限制去送 所以大概就撐了兩天這樣 所以不敢寫太多 對,那我其實這個設計 基本上會長得這麼肥厚 就是因為要防水 防摔 因為如果在山區的時候 怕說因為3不50就掉到地上 那整個就搞了亂七八糟了 那另外的話 我們有設計這種鳥 就是說我可以隨時就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換我的電池 對,我這樣隨時就可以去開 去換我的電池 就比較動態一點這樣子 那這是我救命器 那我救命器 因為目前是半成品 然後你再蒐集一些資訊 所以剛剛有人提到說 為什麼沒有放GPS 那其實我們是一直很想放 但是又考慮到成本的問題 所以就一直在猶豫不決 那當然如果真正好的應用 應該是要把GPS放進去 那整個架構才完整 所以我們也在思考這件事情這樣 那基本上這個救命器 基本上就是以簡單為主 就是希望每個人就帶在身上 那我需要有狀況的時候 就馬上就發警報 然後告訴其他人說 趕快來救我這樣 所以我們大概有幾個部分 一個是多點推波 然後延距傳輸 然後再來就是模組化設計 基本上我的設計大概就是 目前都走UR 所以它都是可以透過AT command 去做一些溝通 那其實在市場上 它有類似 但是沒有完全一樣 但大部分都是傳統那種網路架構 那網路架構的話大概就是 它的範圍都是有局限的 比如說先前比較有名是那個八圈 它也是跟我們一樣在做山域的 但後來做就好像最近就沒聽到聲音了 但因為它是用LOLA 所以它也是單點 點對點 那實際上我們去 有朋友 剛好他們有登山社的朋友 那他們有在那邊 有拿幾台機器在讓他們做測試 那他們大概目前距離也大概就是兩三百公尺 有時候可能更短一點可能三四十公尺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雪霸 這也是類似的 然後什麼 Bobby Bobby這個是 也是用LOLA 它有點是電信的訊號 對這個前陣子還蠻紅的 Bobby的部分 然後還有Go Antenna Go Antenna 它用的應該也是Mesh的架構 但是因為它在國外 而且它沒有把整個串起來 那我們做的部分 我們希望把整個串成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平台 然後後面這幾個就是衛星的部分 但剛其實探討起來 所有整個架構裡面 大概就沒有像Mesh這種架構 在山區或在比較特殊環境上面 應用的這麼好這樣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們對未來的想法 就是說其實這樣的網路架構 Mesh的網路架構 它除了用在山域以外 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比如說自行車有車隊 去旅行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可能 去國外旅行的時候 可能不會帶手機 手機可能就沒辦法用了 那這時候也許就帶著這種 救命器這種概念 我一個家庭四個人 那我的家長就 父母親就有辦法 隨時去掌握我小孩 他的移動狀況 那像是公控的部分也可以去做 然後救難的部分 還有居駕的部分 老人、照護這些都可以 透過應用這樣的架構 去把它做延伸 大概是這個樣子